198 大公報 梁振英面考生 可選職業教育 2015年7月15日要問A04大公報信 實習記者女子媛報導 2015年文憑士今天放榜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到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FF青衣分校參觀 鼓勵應屆考生如未能入讀傳統大學 也可選擇職業教育課程 IFF青衣分校學生即場為梁振英介紹了不同的發明品 例如社交機下人R 是為方便長者生活而設計 可提示學藥時間 也可提供即時新聞訊息、天氣資料等 羽毛球機下人更是全港達專生機下人大賽2015的駕軍作品 參觀過後 梁振英表示 政府希望可以做到航航出狀元 就像今天參觀的者所學校一樣 他們提供了科學課程 與傳統大學的成就不一樣 為不同志向的青年人提供了更多選擇 他旬政府正積極籌備更多職業教育課程 職業教育進修小組已經在7月提交報告及建議 希望可以盡快落實 為青年人提供更多更好的發展及就業機會 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